短短24小时之内 从穆沙阿曼宣布沙巴变天了 到后来沙菲义先下手围墙 宣布解散州议会 重新选举 这一来一往 可能很多人看到眼花缭乱 局势发展太快了 我们跟不上这样的戏码 其实熟悉沙巴的朋友 应该知道这个被称为青蛙之州的州属 这一件事其实只是剧本重新演绎 主角配角换人来演而已 在沙巴历史上 州政府就有过两次 因为州议员跳槽倒台 或者解散州议会的经典案例 一次是上个世纪的80年代 一次是90年代 都是青蛙跳槽 导致州政权变天 而且都跟一个人有关 就是被誉为沙巴卡达山民族英雄的 拜林基定案 他都是那个时候的州首席部长 题外话说一下拜林 他也是沙巴历史上第二位 担任首长的天主教徒 话说1985年的时候 拜林率领的团结党 才刚成立47天 他们就参加了当年的沙巴选举 然后就缔造了奇迹 成功推翻国阵的人民党 虽然那个时候拜林成功了 当了政府 拿了政权 可是那个时候是25对23 那个数目太接近了 之后就一直有传言说 有的议员被收买了 要跳了 随时政府要倒台了 然后才执政短短一年的时间 团结党呢 果然有一员就开始蠢蠢欲动 要青蛙跳 眼看这个政权呢 应该保不住了 所以拜林呢 就立马去觐见州援手 宣布 我们就解散州议会 是不是跟现在很像 就是这样的情况 那时候也是重新选举 然后在1986年的这场闪电选举当中呢 选民除了教训了政治青蛙 也教训了收买青蛙议员的政党 最后拜林的团结党 在当年呢就大胜 那时候拿下了48个州议席 当中他拿了34个议席 那由于当时候 他不是中央政府 国阵执政党的这个成员党 所以虽然他赢了 但是拜林的州政府呢 就一直受到各种各样的这个为难 结果后来团结党呢 就只有加入国阵了 那加入之后呢 才出现了一段 稳定的一个政治局面 那那是第一次 传出政治青蛙集体要跳 然后州政权很危险 拜林抢先解散州议会 夺回了政权 那第一次 好 我们再聊第二次 第二次青蛙跳 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第二次青蛙集体跳 是在1994年 故事的情节呢 应该说充满了当时的首相 马哈迪和他领导的巫统的 复仇的基因 因为拜林的团结党 因为说他们加入国阵嘛 对不对 好 他们在1990年 全国大选当中呢 又突然宣布退出国阵了 是不是有点乱 没关系 习惯就好 沙巴就是这样 退出了 好 退出 他们去支持 跟马哈迪还有武统 打对台的东姑拉沙里 那个时候的四流精神党 然后就让那个时候的马哈迪 那时候马哈迪还是首相 非常生气 勃然大怒 就说你这个拜林背后插刀 就要教训一下他 然后武统呢 就开始东渡到沙巴去 然后武统就跟当地的反对党联手 来对抗拜林的团结党 一定要把这个政权给拿回来 直到1994年周选举 拜林领导的团结党 以25席对国阵的23席又来了 又是差一点点 他执政了 但是有了之前的经验 他也知道 那一点点 随时两个跳过去就没了 所以为了避免夜长梦多 这个成绩宣布之后呢 拜林马上要求周元首让他宣誓 就任沙巴首长 但是当时周元首府大门申索 不让他进去 而坊间那个时候呢 又是谣言四起 说巫统为首的国阵 立刻在游说 要拉拢议员了 而拜林为了避免议员当中 有人被收买跳槽 他还把24个议员关在车里 不准他们离开 一起等到周元首开门 后来等了36个小时之后 拜林最后苦手成功 顺利宣誓 就任沙巴首长 是不是觉得可以拍电视剧呢 很可惜的是呢 这次执政的时间更短 才24天 就有三个团结党的周议员宣布 他们要跳槽去国阵 然后他眼看就要倒台了 没辙了 所以拜林又想 好了 我们又解散周议会 再来一场周选举 可是这一次 周元首say no 拒绝了 之后拜林就重判清理 然后团结党呢 就一个一个议员 接着一个就跳槽 或令祖新的政党 就联合他一起打江山 血脉相连的亲弟弟 杰斐李吉丁案 也就是现在的旅游 艺术级文化部副部长 那时候也宣布退出团结党 就这样拜林的团结党 从25名周议员 跳啊跳啊跳 跳到剩5个周议员 这是情何以堪呢 而拜林最后呢 也只能被逼辞去首席部长的职位 把政权呢 交了给国阵 相隔几十年之后 现在大家是不是感觉 又上演同样的戏码了 而现在跳到穆沙安曼阵营的 十多位议员当中 绝大部分也是早前从沐沙安曼阵营 跳过去民心党的 其实沙巴州为了防止政治心蛙乱乱跳 动不动就让政权垮台 当时候的团结党州政府呢 曾经试图通过反跳槽法令 凡是那些跳槽的议员呢 会自动丧失州议席 另外补选 但是结果呢 白费心机 因为法院最终呢 判沙巴通过的这个反跳槽法令 违反宪法无效 另外呢 他还设立了沙巴独有的官委州议员制度 刚刚也提到了 这个制度呢 在这个制度底下 州元首有权在州内阁建议之下 委任六名官委州议员 拥有与民选州议员一样的权利 这个官委的州议员制度呢 在过去这些年来 成为了执政政府巩固政权的一个手段 因为他一当了政府 他委任多六个进来 他就多了很多人 他就不怕差一点点丢政权 你可以再委任六个 因为是自己委任的 应该是忠心 不容易跳 对吧 但讽刺的是什么呢 这一次沙菲裔政权里头 他委任的 就是他建议州元首委任的 其中两个官委州议员就跳了 而这一次的事件呢 又为沙巴这个青蛙之州 再记上一次 州政权因为青蛙跳 而垮台的经典案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